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环保局强调说在期间我们还会继续抽查 如果还有比前一次严重的话我们继续开罚 另外如果这期满之后正式复查发现违规的情况还是有的话 不排除会再次重罚或者是干脆就勒令停工了 其实台中市政府反空污方面跟台电跟中火是多次的过招 环保局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七度击查到了中火的放流水不符合标准 好 台电方面则是质疑台中市政府是为罚而罚 不排除要提起行政救济 环保团提其实对于昨天的开罚情况还是表示失望不满意 就是说政府只是把钱从左边口袋换到右边口袋而已 这样的开罚没什么意义 不过现在中火的如果最后变成停机的话恐怕的冲击 包括如果选举倒数会被指示缺电的帮凶 其实卢秀燕最后排版重罚 他也是陷入了场考 这次的6000万元的添加罚单换中火的留效查看 联合报间投版二题有欧盟同意英国脱欧大线再延三个月 好 那么在欧盟同意 这样英国的脱欧期限延后三个月 时间就是到明年的1月31号 好 今天清晨最新的有强生随即就推动提前国会大选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英国下议院以299票赞成70票反对 所以并没有通过门槛 否决了强生要求提前大选的这个动议 好 强生在这个要求提前大选否决之后呢 他说政府还要再提出法案 所以要继续推动在12月12号要再举行大选 那么在稍早欧盟同意让英国脱欧期限延后三个月 到明年的1月31号 其实强生也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决定 不过他呢给欧盟官员的信件当中 还是非常的嘴硬说呢 其实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延期 中文时报间投版头条是学者批蔡英文政府 年底前撒1000万张的夜市券发好发满 其实除了第一波的这个夜市抵用券之后呢 再加码第二波再发400多万张啊 总计要发出1000万张的夜市券 不过相关部会统计说 这回收的情况不好 使用率大概不到三成左右 其实经济部也不了解说 明明是政府送钱给你花 为什么民众不花呢 学者则是说呢 政府总共是花了大概5亿元 这样子撒币在绑选票啊 针对夜市的补助 但是明明是拉拢摊商 面对路客的这个损失 就他们的减少的这个损失呢 其实对民众来说是杯水车薪啊 今天在中文时报的这头版当中说 你拿国家的钱冲人刺 无助提振观光 尤其是这种一次性的补助 其实吃了就没有了 这真的是我们观光的一记 这铁药良药吗 中文时报今天那夜 提到了民调部分 在韩国瑜那边竞选办公室 透露说呢 韩国瑜现在在一些 这媒体的民调看起来 算是落后的 但是其实呢 根据他们自己所了解到 韩国瑜落后 蔡英文的幅度 从原先的15% 缩小到了大概落后 8%到10%之间 好 今天苹果日报 有他们的周中民调 是放在他们头版头条 韩国瑜方面是连九州落后 蔡英文超过10% 不过韩国瑜的民调 其实已经止跌了 比上一次的民调上升了5.5% 蔡英文目前的支持度是40% 韩国瑜是27.8% 蔡英文还是领先 韩国瑜有12个百分点 好 教育部长昨天说话了 说这个韩国瑜好像不太了解教育 主要是针对韩国瑜所提出的 这个希望让这个学生 大学生还有硕士呢 有机会到国外去游学一年的 这个说法 当然这中间的经费 经费会非常的多 那么昨天教育部长就酸 韩国瑜不了解教育 这个部分韩半倒是强力的回应说呢 这个不能够黑 再黑也不能够黑孩子的未来 强调他们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的 联邦今天那页说决战中台湾 韩国瑜昨天是戴了冠军帽 在彰化这边呐 呛蔡英文 其实在韩国瑜昨天 深入了彰化云林 踏着蔡英文的脚步去 一步步的拜庙 彰化县长王惠美也是陪同 而韩国瑜轰说 绿营一到选举就猛说雇主权 好 蔡英文总统 上星期到台中一连跑了十个行程 全力冲刺中台湾的选情 绿营幕僚表示说 蔡总统的选情在台中胜过韩国瑜 博奇曾担心说 蔡英文的支持者表态率比较高 反倒是挺韩的 支持者不愿意表态 但是最后还是会出来投票 所以最近看起来 蔡英文的声势不错 但是他们也提醒 支持者千万不要大意 好 韩正英这边就联合报的说法 说对拿下中台湾的四线市 韩正英有八成的把握 倒是比较担心的是南部的选情 恐怕没有去年九合一乐观 所以这次选战的重点会放在南台湾 韩正英也规划在选前一个月 会安排次序由北到南的三场大造势 其中在台中要举行一百万人的大造势 今天中时跟联合其实都特别提到了蔡壁仲 这位法务部的次长蔡壁仲 他的一个谈话 主要是因为苏贞昌院长 他在之前马英九的所谓魔鬼说 法务部次长蔡壁仲 昨天在立法院说身为律师 如果不就事论事不依法行政 也没有考虑被告的利益等前提之下 就是所谓的魔鬼 那么指的就是马英九的好朋友陈长文 不过今天也有这个中文时报就说 既然这蔡壁仲都这样说了 就建议陈长文应该要提告 因为这根本就是诽谤他了 这魔鬼说用蔡壁仲这边的护航 检方也说这根本就是在扣帽子 而在基层这边的检警说 蔡壁仲的不少发言 跟法务部的业务没有关系 很明显的是提官员或政策辩护 容易让人怀疑是指导办案 好到底谁是魔鬼呢 次长炮打律师 这难道又是东厂复活了吗 六月联合报也谈到 来因立委酝酿要倒阁 说苏贞昌最近就像斗鸡一般的 苏贞昌才应该要下台呢 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 海外资金申请汇回 将近160亿元 在财政部这边说 现在已经有40亿案申请汇回了 规模有158亿元了 其中有将近80亿元 已经通过了核准 不过财政部特别提醒说 现在有一个资料 这笔资料是说核准之后 却没有在两个月的期限当中汇回 财政部去私下了解说 这资金好像是卡在中国大陆 现在出不来了 旺报跟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都是提到区块链 说习近平加持区块链股的爆涨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表示说要把区块链作为中国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并且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 跟产业的创新发展 在政策面的加持之下 比特币的价格一度是攀到了1万美元的大关 两岸3D的区块链相关的概念股 在昨天也是同步的狂飙 台股包括青云还有汉逊等概念股 也是扬升到了涨停板的一个价位 所以旺报就谈到说 在大陆的区块链称霸 因为他们掌握了全球大概有八成的专利 所以可以说中国大陆是所谓的区块链强国 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当中 还有台湾米其林指南的评件 将要走出台北市 接下来会拓展到台中台南跟高雄 也会有这个美食指南 工商时报今天那夜说台股起风了 外资还说台股上看1万2 经济日报间头版头条是高价股狂飙 包括系立跟普瑞等 股价都是写下今年的新高 而金册工上930块钱 接近了千元大关 是台股迎接新的千金 好 川普提到了美中的这个贸易进展 进度超前 这谈判相当的顺利 重申希望在下个月的iPad峰会 能够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好 今天在两大财经报都提到了张国伟 这王子复仇的张国伟 亲自开回了新宇航空的第一架客机 抵达了台湾 并且预告2021年是新宇的大爆发年 机队将会达到12架 2022年中就会开美国线了 好 在中国时报今天内议说 经济景气动能偏弱 连亮了九颗的黄蓝灯 具体景气低迷方面又进了一步 第二报今天内议有指考分发 跟明年考试有关的 大学指考分发的名额 在今年来说 第一次的五选四 很多的科系 在二阶的学生就匆匆的落榜之后 赶快的准备指考 偏偏有很多的科系指考的名额又不够多 明年在大学指考分发名额方面 有机会增加 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说 校园公餐以后要开放家福的盐了 要预防小朋友的助牙 另外在自由时报谈到了 淘宝台湾App五本开店 仪式养套杀账的一个手法 挖角其他平台的卖家 淘宝由中国的跨境供销 店家不用备货 对我们的本土业者造成了冲击 好 这就今天的十分钟早报 明天空中见 拜拜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